Hello大家好分享科技分享生活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终极大法 就是如何在华为的原生手机上面去安装谷歌框架 就是它的原生手机的那个固件的底层 就原生手机的系统的底层去安装这个谷歌框架 它的使用体验的话 跟你谷歌的原生系统自带谷歌框架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而且呢这个方法的话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它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安装 只要你安装那个一个软件APK的一个软件 然后待会我会给大家一步一步的去演示 如何去下载和安装这个软件 安装好了以后的话 按照它的提示 全自动的一步一步一步的安装 就可以自动的去安装这个谷歌框架 谷歌的play store 其他的一些谷歌的相关的一些服务 都可以自动的安装好以后呢 就可以使用正常的使用那个谷歌APP store 去下载安装YouTube啊 谷歌相册啊等等都可以的 然后它是傻瓜式的安装 全自动的一步一步 你只要点继续安装继续安装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方法的话 是用于华为的所有系列的手机 包括华为的mate系列 mate30mate40pro和p30p40p40pro等等 所有的华为手机 然后还有华为的nova系列的手机 华为的所有系列的手机都是实用的 然后只要它的那个系统的版本 我测试下来的那个系统版本 我的系统版本的话 我的是我用的是p40 然后呢我的系统版本是那个emui的一个10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你用的是emui10的话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你用的是emui最新的系统 emuiui11u的话 你可以测试一下 也是非常方便的 安装一下试一下 而且你安装好了以后 它有一个这个这个apk的话 这个软件有自动的一个清除功能 你可以不需要恢复出场设置 当你安装失败了以后的话 你可以点击最后的一个按钮 它有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 你可以按最后一步 然后可以把之前安装的所有的那些谷歌 那些服务啊谷歌框全部清除 清除掉以后呢 你可以重新再来重新 重头再来一遍 多次几遍的话 你可以重新再来一遍 多次几遍的话可以成功的 就是你如果说第一次失败了 那你可以点一下最后的那个按钮 可以把之前安装的一些步骤全部清除 清除好了以后 你可以重头再来一遍 就可以重新再装的 多尝试几次的话就会成功了 所以说我建议你可以试一下 当然你用的是EMUI10的话 那提令是没有问题的 肯定是成功的 因为我这边试下来的话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OK那我现在就到我的手机上面 我给大家一步一步的演示一下 如何在华为手机的系统那个底层 去安装那谷歌框架 然后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谷歌的 所有的生态里面的所有的应用软件 而且使用体验的话 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跟你原生手机自带那个谷歌的那些 是没有任何谷歌框架 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不需要虚拟机 不需要其他apk去引导去载入 而是直接在你的那个华为手机 系统底层去启动这个谷歌的服务 谷歌的框架和谷歌的那些app store 都可以正常使用的 所以说体验 使用体验是最好的 最完美的一个方式 OK那我们去我的手机上面去看一下吧 Let's go OK现在欢迎来到我的手机 我现在用的这个手机的话 是华为的p40前置摄像头 然后是后置的话是三摄 是华为的p40 它的拍照还是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 OK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呃手机的一个版本 固件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固件的版本的话是10.1.0 然后安卓的版本的话是10 OK 这个是华为的p40的一个版本 然后我们进入那个看一下 我这个 我现在在上面安装的那个youtube youtube kids啊 都是通过这个apkp啊 这个第三方的一个固件来安装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能不能 能不能打开youtube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提示说这个您的设备不支持google play服务 因此无法运行youtube 是无法运行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将手把手的教你啊 在如何在这个p40 就是华为的呃 p40的手机的底层去安装这个 谷歌play的这个这样一个服务 然后这样的话 你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华为的原生 系统就可以打开youtube 就可以直接去运行它了 运行youtube的这个应用 包括youtube kids啊 包括谷歌的photo啊 都可以的 我会在这个华为的原生的系统里面 去安装这个啊 google play的这样一个谷歌框架的这种服务 ok 然后接下来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如何来 呃去安装这个谷歌的一个呃服务 呃这个方法的话 不仅仅适用于华为的p40 还有p啊mate40啊 华为的mate30p30等等 所有的华为的手机也都是适合的 然后也适合那个荣耀荣耀的那个v30pro等等 这些系统都这些手机都都适合的 然后他手机的固件版本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是啊固件的话 安卓的10 然后emui版本是10.1.0 只要是呃emui10的这个版本的话 应该都是可以的 就是emui10应该都是可以的 ok你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面测试一下 然后这个安装的话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说你安装失败可以再重复一次 然后首先我们接下来就是先是第一步 用那个呃浏览器 就是这个华为手机自带的浏览器 去打开这样一个网址forumxdadeveloper 这个也这样一个国外的一个开发者的一个一个论坛 上面有一个开发者 他开发了这样一个自动化的安装谷歌框架的一个一个方式 是完全自动化的 非常的一个简单 安装他的提示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 然后我会把这个网址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视频下方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下载这个安装文件了 他是打包好的一步一步都打包好的一个一个文件 然后你只要安装他的操作 全自动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安装他的那个说明安装就可以了 ok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网址以后呢 我们往下拉这是一个他这上面有一些介绍 就是关于这个安装谷歌框架的这样一个APK文件的一个介绍 然后这边的话 download这个下载的话链接已经不行下载不了了 然后我们要下载的是这个download from APKMira 就是下面那个黄色的这个链接才能下载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download from APKMira进去以后 然后就会出现那个下载的一个页面 让我们稍等片刻 然后就可以下载那个安装包 就是谷歌框架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安装包 懒人安装包 懒人的一个安装包 非常的方便 ok 他已经自动在下载了 已经在下载了 然后我们这边就等待他一个下载完成 ok 我们现在正等待他的一个下载一个完成 这个安装包的话是153兆左右 下载好了以后就可以直接按照这个懒人安装包的一个方式 一步一步一步的在你的谷歌的在那个华为的那个荣耀啊 华为的mate系列mate30mate40pro 华为的p30p40pro等等去安装都可以都是适用的 包括nova 华为的nova系列的手机 nova5啊 nova6啊等等 nova7啊都是适合的这个方式方式 ok现在我们已经下载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他的一个提示去安装吧 这个时候的话点不再提示 然后点击允许 然后先安装这个google fire 然后是继续安装 google fire这样一个安装包 ok安装好了以后我们就打开 打开以后的话他这边会有个提示 这个安装包懒人安装包的话 呃然后就可以 他适用于他这个emui的本本的话是10 然后你就可以去安装这个懒人安装包了 ok nevermind let me in 点一下这个 好 这个是一个说明 welcome to google fire 这是一些介绍 next点击next easy to use 非常简单 呃自动化的一个操作 在华为的手机上面安装这个谷歌的方式 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非常简单all in one 就是所有的都在一个整体的安装包里面 点下一步informative 就是有一些呃非常 简单的一些介绍 下一步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这一步是可以捐赠这个作者 然后我们点击let's go 好 然后的话这是访问的通讯录 就是点击始终允许 ok这个也是始终允许 都是点击始终允许 然后访问文件始终允许 ok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他会告诉你一些呃介绍 然后这边的话你只要点击这个 ok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呃按照他的提示 好我们现在的话就把他会提示按点一下这个按钮 然后他会提示你呃去设置系统时间 把时间调到2019年 我们点一下ok把时间的话自动设置关闭 自动式设置这个时间关闭 然后把这个时间的话调整到2020年调整到2019年就可以了 ok 然后调整到2019年 要重新安装 允许 重新安装 重新安装它里面打包的那个备份 然后继续点击 继续安装 点击同意 点击同意 好 然后我们这个来到那个从内部存储恢复 好 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就是恢复这个华为的一个全部选中 然后这边点击恢复 输入密码 密码就上面有提示的密码 就是BENDER 然后是007点击确定 好 恢复成功 把里面的文件恢复成功 然后点击确定 返回 ok 我们刚才安装好了google file 然后是恢复了那个系统备份 然后恢复好以后就可以在那个桌面上看到google服务助手 我们先点开google服务助手 这边点击下载 这边让它转圈了以后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返回 点击google file 然后按照它的说明 先点击第一步 安装 安装一个谷歌的一个登录的一个APP 打开它 就可以通过来它来登录谷歌账号 点击sign in 第一次的话它会闪退 ok没有问题了 点击第二次 继续 这次的话就可以登录了 然后输入你的谷歌账号 点击下一步 输入你的密码 点击下一步 然后我们点击我同意 然后这样的话你的账号就已经登录好了 返回到主界面 这个时候的话第一步会消失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你可以登录其他的谷歌账号 你可以在这台手机上面 在你的华为手机上面可以登录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的谷歌账号 都可以 这边的话我只要登录一个就可以了 那我直接跳过第二步到第三步 第三步的话就是安装配套的一些谷歌的一些服务 只要按照它的提示 点继续安装就可以了 它是自动的 继续安装 都是点继续安装就可以了 继续安装都是自动的 继续安装 这个是Google服务框架 这个是Google服务框架 完成 看一下提示 点OK 卸载 点OK 继续安装 Google Play的服务 这里点接受 都是全自动的 你只要按照它的自动的提示 点继续安装 安装就可以了 这是 step by step 傻瓜式的一个方式 OK 然后我们回到桌面 我们先开一下那个Play桑店 能不能打开 OK 现在我们的那个谷歌应用商店已经可以正常打开了 OK 然后到这一步的话 然后就就基本上我们马上就要快要离成功已经很近了 然后我们回到回到那个桌面 继续打开Google Fire 继续点第三步 看一下提示 点击OK 继续安装 完成 然后回到桌面 我们再试一下Google商店 把它关掉 再打开 看一下 可以正常打开 Google商店已经可以正常打开了 在华为的原生手机上面 然后我们在这边 设置 点开那个谷歌账号 在这里 谷歌账号 然后把同步都打开 这两个同步都可以打开 就可以正常同步相关信息了 然后再回到商店正常 然后我们再回到Google Fire 再继续点第三步 看一下提示 点OK 强行停止 卸载 看一下提示 点击OK 继续安装 点击完成 回到桌面 再开一下Google商店 我们看一下 OK 可以正常打开 返回 然后我们再点击 重复点击第三步 看一下提示 点击OK 强行停止 清除数据 OK 然后的话重启一下手机 长按电源键 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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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重启 重启手机了以后 再点一下 然后这个谷歌可以正常的 上机可以正常打开 然后点击Google Fire 再点一下第三步 再点一下第三步 这边提示已经全部都安装好了 如果说你这边点了第三步以后 还有内容要需要安装的话 你继续点击OK 按照它的操作来提示 提示来操作 点击OK 然后再返回 这边的话 可以正常的打开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YouTube 我看一下 能不能正常打开 可以正常打开了 就是刚才不能不能打开 我现在可以正常打开了 YouTube可以正常打开 是在呃 华为的手机的原生系统上面 可以正常打开YouTube 刚才是不怕打开的 OK 然后的话 其他的一些都是应该都是可以的 包括YouTube Kids 也可以正常打开了 都是正常的 OK 那这个视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留言 然后我会看每一个留言 每一个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贯注 谢谢 拜拜